机器是我发布第一时间在Apple Store下单购买的深海蓝色加256G 8点开始预购,8点11才付款成功 上周一收到了机器,比喻的时间还是早了点 我记得以往都是EMS付款单,这次是顺风配送的 没有了充电器果然盒子小了很多 打开包装还是有一股淡淡的苹果味道 这次的机器是背面上上的 机器下面的是一个文档和一个Type-C转lighting的数据线 屏幕用晕张纸保护,由于膜还没有到 所以用iPhone X的膜先代替一下 有点小啊 然后开机 用老的这个iPhone X靠近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活了 习惯了单卡忽然到了双卡 另外一次要碰空的 机器比iPhone X稍微大一点 但是并不会大很多 直角边框的怀旧感还是满满的 边框的做工比上一代的直角边框的一代SE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然后这是三台机器的尺寸 iPhone X 12P和一代SE 我这个机器和官网上的图还是有点区别的 但相机拍出来的更真实一些 官网图片有点发蓝 新手机最大的感受就是相机真的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是从iPhone X升级过来的 放几张对比图 前边的是12P 然后后边的是10 然后如果是两张照片在同一张的话 那就是左边的是iPhone 12P 右边的是iPhone X 然后大家看一看样片吧 反正是不管是从这个宽容度 锐度色彩还原 然后还是细节 在白天的时候 12P真的是碾压iPhone X的 但是也能看 如果放大仔细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数码运算的痕迹 就是那样的假锐 实际上并不是真的锐 是这个手机在拍完照以后 后期计算 然后加锐的 可以仔细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的 晚上的照片 iPhone 12P也是碾压iPhone X的 虽然有很重的后期加锐降噪 但是在手机的屏幕上 看小图已经能让人的心情非常愉悦了 但是跟以前一样 那个光线的鬼影 也就是炫光 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毕竟手机摄像头 没有办法增加过多的效准晶片 减少鬼影 减少机变 所以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也是比较让人心里满意的 后面我用三角架支撑 拍摄了超广标准长焦 三个镜头的长爆 在超广模式 忽然好有莱卡的感觉 华为有没有哭晕在厕所 后面几张夜景拍摄的人像 也很不错 可见今年iPhone在相机优化上 下了大功夫了 高光也被压下去了 暗部也被提亮了 同时它能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自动识别人脸 然后就把人脸曝光给提上去 把后边给压按 同时我又测试了一下 手机延时摄影 这三段延时全是用单手手持拍摄的 如果说照片的升级是一个小升级的话 那视频的升级 那就是一个跨越的升级了 大家看看我用iPhone 12P 然后手持拍摄的小片子 不管是色彩还原稳定 然后是智能优化方面 都是巨大的飞跃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 在HDR功能还不能很好的支持 电脑版的iMori 吃的好吗 吃的好吗 吃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